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3年11月22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 我们今天讲一个主题啊,就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年目标是5% 那么习近平向拜登求援 假消息的含义 他有一个这样的消息,这个消息我们判断是假消息 但是这个假消息到底为什么会这么出来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 我们宣报报11月22号直播一的要文简报,第一个 台湾总统选举的登记将会在11月24号下午点截止 国民党的侯友宜和民众党的柯文泽 以及郭台铭都没有登记,这个蓝营方面都没有登记 那么郭台铭是11月22号傍晚在脸书上发帖说 侯友宜 说这个侯友宜呢11月21号晚上打电话给他 低声下气的要求蓝白合作 侯友宜在电话中讲说 郭台铭你是大哥,我们是我们两个的老大 现在有声望 最有能力 去整合这个统哭 统哭就是 做木桶的那个铁圈 统哭 那么侯友宜的意思就是,郭台铭就是这个蓝白合作的关键人物,拍他马屁 那么郭台铭还说,这个侯友宜想约 郭台铭、柯文泽一起吃饭 那么见证蓝白、郭三方合作 自由时报报道说,柯文泽是11月22号上午 和郭台铭见了面 双方连续,就是郭台铭、柯文泽连续第五天见面 就连续五天都在见面 那么柯文泽在会面的时候说 当天应该举行三番会议 可是呢,侯友宜晚上在台南举行 有行程 他说他不知道当晚会不会进行三人会面 反正就是搞了搞去啊 那么侯友宜连这个 连这个 蓝白合作搞不定,他怎么搞得定蓝白、郭三方合作 那现在的问题是 柯文泽、郭台铭 都准备自己报名参选 那如果他们,基本上他们双方 郭台铭跟柯文泽都已经讲过 都已经出来讲 那么柯文泽的竞选总干事黄珊珊是11月22号下午 已经去中选会领了表 他说即便是国民党民众党的专家检测民调 结果也不会有改变 他说 民众党不能够接受国民党把民众党当作蓝白合作 破裂的罪人 也不能够接受国民党以这种方式对待盟友 那么郭台铭的副手赖佩霞当天也去中选会领表 那么赖佩霞领表的时候 就意思就是 他要完成这个程序 那郭台铭这个国民党 民众党郭台铭各自参选 这就有可能让民进党赖清德 得到 得到优势 那柯文泽被问到蓝白合作破裂是否等于是保送赖清德当选 那么柯文泽说美国方面也曾经问过他这个问题 他回答说台湾是个充满惊奇的岛屿 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你看柯文泽 当别人一问这件事情他马上就把事情指到谁 指向美国 所以柯文泽 有网友跟我讲说你对柯文泽的评价不对 我认为我对柯文泽的评价非常准确 台湾总统候选人参选登记时间只剩下了两天时间 侯友谊 柯文泽都没有登记 也没有公布副总统的人选 那么还在这个歌空喊话 那么蓝白合作 蓝白合说是为了下架民进党 其实都是为了他们自己的权利 因为柯文泽也好 侯友谊也好 都不愿意当副总统 那么基本上 那到现在为止 只有 民进党的赖清德一组 他们正负 一组完成登记 那么成为总统副总统的候选人 赖清德10月22号 在民进党的中常会上提出 这次选举的目标是总统副总统要高票当选 立法院要过半 赖清德说 台湾的主流民意 是台湾不走回头路 不能泪乱 民进党责无庞贷 一定要胜选 让国家不走回头路 这是第1 第2 台湾国防部11月23号发布消息说 当天下午1点起 解放军战机在台湾周边活动 其中有11架次飞越中线 进入台湾空域 那么11架次解放军的战机包括 歼10 歼16 运9 轰6 轰6轰炸机 还有空警500预警机 那么预计战机的活动主要是配合 解放军军舰执行联合作战 作战巡逻 那么国军派战机 这个 派战机这个应对 那么习近平在美国参加 亚太静和组织会议回国 那回国了 习近平回来了 解放战机 解放军的战机又 出动了 那么另外推特有消息显示 解放军 071 071型综合登陆舰叫龙虎山号 最近在海上冒出浓浓浓浓浓 好像是发生了火灾 那么龙虎山号 当时是在近海航行 那么船上有三处冒烟 分别是主炮 舰载机机舱 和舰尾 三个位置 那么 军事专家认为视频显示龙虎山号的内部 确实发生了重大事故 龙虎山号是解放军 071型的登陆舰 悬号是980 属于东部战区的海军 那么2017年下水 2018年9月开始服役 龙虎山号是解放军最先进的综合型的登陆舰 舰长210米宽是28米 最大的排水量是29000吨 可以运载一个加强营的兵力 容纳4艘气垫船 气垫登陆艇 那么可以装6架直升机 目前解放军有9艘 这种型号的综合登陆舰 那么另外还有两艘在建造当中 推特也有消息说龙虎山号当时正在演习 那么是故意放烟雾 那我不相信 一说这种话如果没有人出来讲 甚至有这个可能性 一有人出来讲这个话 那就是真的 第4 路透社报道以色列政府 和哈马斯11月21号达成 临时停火协议 那么以色列停止战斗 四天换取哈马斯释放 50名人质 这50名人质主要是妇女儿童 那么这是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以来 双方第1次达成协议 第1批12名 12名到13名人质最快在 11月23号获释 声明还说 哈马斯每次释放10名人质 战斗就会暂停一天 暂停时间不超过10天 那么推特博主阿里克诚说 哈马斯一共劫持了200多名人质 那么这次仅仅是交换5名人质 连四分之一都不到 他说有理由相信哈马斯同意释放人质 很有可能是因为以色列的军队 接近 甚至抵达了 关押人质的地点 因为他们不知道 所以看管人质的哈马斯分子可能已经 和外界失去联系很长时间 甚至粮食已经吃完了 弹药也无法补给 所以看管人质的哈马斯分子 就想趁机逃跑 他是这么认为啊 我觉得这看法是有道理 以色列政府和哈马斯的协议 还包括以色列要释放150名巴勒斯坦的囚犯 允许人道主义援助 和燃料进入加沙 那么这份协议和 和与非以色列人质无关,是不是以色列人质无关 那么其他国家政府正在和哈马斯 制定单独的协议,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 发布声明指出 以色列对加沙的地面攻击 迫使这个哈马斯谈判的关键 如果不对哈马斯施加压力,就没有机会 确保下一批人质获释 加兰特还说,一旦听火结束,以色列将会全面恢复 在加沙的行动 美国总统拜登发表声明说 我深感欣慰,一旦这项协议全面实施 一些勇敢的灵魂将与家人团聚 拜登还感谢卡塔尔和埃及领导人 在人质协议上起到的关键作用 拜登也赞扬,以色列同意延长 这个停战时间,以便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第五 推特有消息说,乌克兰的先头部队 已经打到了距离克里米亚65公里的地方 那么防守这个地方是俄罗斯第 第104空降师第328团 第114团,两个团,还有一个就是黑海舰队的第301旅 那么这些俄罗斯的军队 无心恋战 那么从蒂涅伯河左岸 后撤了35公里 这几个师 然后重新挖战壕,布地类 这是进入克里米亚的 最后一道防线了 那么整个乌克兰战场 俄罗斯军队仍然在进行猛烈的进攻 每条战线 每天发生的战斗 都超过50场 每天,每条战线,非常激烈 就最近一段时间 俄罗斯在 猛烈的向乌克兰的阵地发起进攻 那么不过呢,乌克兰全军在下雪 所以各个战场的这个 强度和月初的相比,战斗的强度大幅下降 那战斗的热点地区仍然在 阿弗迪弗卡 和巴赫木特 那么乌克兰的军队继续在蒂涅伯河左岸推进 这就是说 这个形式是什么,就是各条战线 俄罗斯军队在进攻 进攻每条战线都在进攻,而且都是人海战术 但是呢,乌克兰已经开始渡过蒂涅伯河的从左岸 上了登陆他左岸 开始直接插到这个克里米亚 这基本上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那网上今天有视频显示,乌克兰士兵 解放了蒂涅伯河左岸的一个村庄 那么这些乌克兰人在俄罗斯的占领下生活了一年半的时间 那么当乌克兰的村民看到自己的 看到他们自己的士兵 这个泪流满面 第六 韩联社报道,朝鲜11月21号 晚上发射了军事侦察卫星 美国、日本、韩国都采取了相应的对策 那么11月22号美国海军 海军攻击型核潜艇 叫 圣塔菲号 访问韩国 在冀州岛基地停靠 那么前一天11月21号 美国核动力航母这个卡尔文森号 停靠在釜山基地 那基本上这两个动作 就是向朝鲜施加 核威慑 美日韩三国负责朝鲜事务的高官 11月22号进行了电话磋商 三方认为朝鲜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要予以强烈谴责,并且再次确认 三国将会紧密合作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记者会上说 将会采取一切手段保卫日本和韩国 美国日本韩国将于11月25号26号 在朝鲜半岛附近进行两场 海上联合军演 那么军演的内容就是反制朝鲜发射卫星 美国海军卡尔文森号 航母,那么韩国的海军和日本的海军海上自卫队 的舰艇都会参加联合军演 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等于把这三个国家 刚刚建立起来的共识 推动成为了一个共同的行动 这个行为非常的愚蠢 第七 日本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叫希克斯,11月21号表示 复制器,有个复制器的,叫复制器的项目 是未来美军发展的方向,这个项目将会在今后两年 部署几千个自动驾驶的无人船 和无人机 那么美国国防部认为,中国在迅速的增强军事力量 解放军将会拥有更多的船只导弹 和军事力量 为了克服中国在数量上的优势 保持对中国和俄罗斯 等潜在威胁的国家的领先地位 美国必须大规模的进行复制项目 复制器项目 复制器项目的就是 用这种 可自主体系 可消耗的自主体系 其实就是无人船跟无人机 用无人船跟无人机 来取代 你需要增加的军力 那么 乌克兰的海军已经在战场上显示展示了 无人船的威力 乌克兰没有海军 乌克兰的海军已经全部全部打掉了 在俄罗斯进攻之下,乌克兰海军已经全部没有了 但是乌克兰的无人船 把俄罗斯的黑海舰队 赶到了 赶到了整个黑海的最东头 他已经不可能过 过到黑海的西边来 过不到黑海的西边 乌克兰就可以出口粮食 所以实际上乌克兰的海军 就是没有舰艇的海军 在海上展示了无人船 对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杀伤力 第8 路透社报道 澳大利亚太平洋部长 叫康罗伊11月21号宣布 将会斥资2620万澳元建立一支 快速反应团队 应对太平洋岛国的网络危机 那么同时还会拨款1670万澳元 协助太平洋岛国 这个 这个识别网络漏洞 那么去年瓦努阿图政府 医院法院的电脑系统 和电信箱 被黑客 封锁了几个星期 澳大利亚的安全专家为瓦努阿图提供了这个服务 那么澳大利亚和美国10月份承诺共同出资 由美国谷歌公司为八个太平洋岛国 铺设两条海底电缆 那么提升这些偏远岛国的网络连接性 另外路透社报道 斐济总理 叫布兰卡 11月22号告诉斐济议会 斐济将会和中国合作新建港口 和造船厂 斐济在此之前也曾经寻求 澳大利亚参与造船的项目 那么布兰卡说中国造船业具有全球的竞争力 我们将会在这个方面和中国合作 布兰卡上个星期在旧金山 亚太 金河组织会议首脑会议期间见过了习近平 习近平说中方愿意协助这个助力 斐济在经济社会发展 支持中国企业赴斐济投资 那么鼓励更多的游客去斐济里游 那么基本上中国跟美国跟澳大利亚 在太平洋岛国地区 争夺他们的影响力 那么太平洋岛国就成为这个竞争的获益者 这是好事 第九新华社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0月22号在北京 会见俄罗斯国家动马主席 叫沃洛金 习近平说中方愿意和俄方一道不断的生化 永久友好 全面在内协作 互利共赢的双边关系 沃洛金说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好的水平 那基本上 基本上你可以看中俄最近互动非常的频繁 军委副主席张又霞11月8号 访问俄罗斯 见了普京 那么中国的副总理丁薛祥11月20号 在北京见了俄罗斯的第1副总理 叫贝罗索夫 那么双方共同主持了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的会议 那中俄 连续发生了三个 就是高级官员的互访 一个月之内 涉及军事安全经济国会 那基本上当然这次 俄罗斯国家动马的主席去中国访问 跟当然就基本上是习近平刚刚去参加 参加完那个亚太清合组织领导人峰会 跟拜登见了面 然后就沃洛军再去一下中国 跟习近平见个面保持一下平衡基本上是这样 另外共同社报道 日本的公民党党首就是党主席党领袖 三口纳金兰11月22号上午 11月22号上午前往中国访问 三口纳金兰 将会转交 转交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给习近平的亲笔信 那么三口将会与中共中央 对外联络部的部长刘建超等官员进行会谈 三口打算要求中国解除 对日本水产品的限制 呼吁重启 日中执政党交流机制 还会提议中国向仙台 借出这个大熊猫 出租 不叫借 出租大熊猫,因为要给钱的,要给租金的 日本公民党和中共的关系非常好 公民党基本上是日本政党当中 跟中共的关系最密切的政党 那么这是三口时隔四年再次访华 他原本是计划今年8月份 但是因为日本核废水 排海延期 第10,路透社报道,中国将会任命中信集团董事长 朱和鑫成为国家 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局长 最快是这个星期会有任命 这路透社报道 朱和鑫还会 还会成为人民行副行长 基本上副行长 如果是 他不是人民行长兼外管局的局长 那么也就是说会有一个副行长 去兼外管局的局长,通常是这样 那潘公胜是今年7月 原来是潘公胜,现在的人民银行的行长 原来是人民银行的副行长 那这个今年7月份 就升为行长 他原来就是外管局的局长 所以现在呢就等于就是 回到潘公胜当初的机制 就是安排一个副行长 去兼外管局的局长 这个副行长就是朱和鑫 朱和鑫就是 今年4月份辞职,他原来是中信集团的董事长 那么朱和鑫今年55岁 上海财经大学 那么 那原来是原来在商银行 交行多个副行长 中国银行多个副行长 然后去了 去了四川省做金融副省长 干了一段时间 然后去人民银行多副行长 后来就去 中信集团当董事长 那他是中后部委员 那么 当然 朱和鑫去人民银行 他解决什么问题,还是人民币汇率的问题 11 彭博社报道 中国金融监管部门正在炒你白名单 白名单的就是 什么白名单,就是房企的白名单 那这个白名单的 数量是50个 那这些房企呢会得到信贷、债券、股权、融资方面的支持 那么这50家企业当中呢,现在已经知道的 有谁呢,碧桂园 远洋集团,这都爆雷的 蓄汇集团,蓄汇控股也是爆雷的 然后还有谁呢,万科 龙湖 新城发展 还有京地,现在知道的是7家 那么这50家 企业 是中国房地产报报道说 50家房企的白名单是金融机构自己订的 这胡说 不可能 一定是人民银行 人民银行怎么会放过 这么好的 寻租的机会 你不送点钱,你怎么上点名单呢,对吧 这个消息人士说,这个白名单 预计明年实施 名单仍然在细化当中 最终入选的房企可能会有变化 那么现在大部分房企都没有接到白名单的通知 也没有感受到融资 改善 那么今年前10个月 中国房企融资是10万亿 同比下降13.8% 那么降幅是年内新高 那去年年底以来,申请股权融资的房企有30家 但是获得批准的不到10家 那么房地产房企的资金非常紧张 没有贷款或者融资就会有更多的房企爆雷 还是那句话,我还是非常简单的描述一下 中国房企 靠股权融资或者靠这个 债券融资或者靠这个银行贷款 都不能解决他们的资金问题 他们资金问题 要靠市场销售来实现 如果市场 市场房子卖不动 再多的支持都没有用 都要爆雷的 为什么,因为借贷和这个规模相比差太远 十二,香港01报道,恒大集团的主席许家印 在香港的两 两栋别墅最近被债权人接管 许家印早年是买了香港山顶不离境的10号的三栋别墅 当时是市值25亿 基本上他自己住 平时是由管家台海军打理 许家印的前妻丁玉美,他们办了离婚手续 住在其中一栋 恒大集团爆雷之后 许家印就开始卖他的私人的物业 那么2021年的11月,许家印把这三栋别墅 分别抵押给了中国建设银行 叫欧利斯亚 资本 亚洲资本,欧利是亚洲资本 基本上是 押给他们 借钱 但是许家印没办法还债,所以去年11月中 这个建设银行接管了其中一栋 欧利是亚洲资本最近提出申请,接管另外两栋 那么随着许家印 这个没有办法还债,他的资产一步一步的会被剥夺 这是第13,金融时报报道 美国政府挫败了在美国本土暗杀西克教 领导人的阴谋 阴谋肯定是印度的,然后美国政府向印度发出警告 那么这次暗杀的目标是西克教 正义组织的创始人叫潘农 他是美国和加拿大的公民 美国联邦检察官已经向 这个纽约地方法院递交了起诉书 起诉这个阴谋实施者 那么今年6月,西克教领袖 叫尼加尔在加拿大遇刺身亡 随后美国就向盟国通报了这个阴谋 9月份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说 印度的特工刺杀了尼加尔 印度政府否认 所以加拿大和印度的外交关系急转直下 印度要求加拿大协助 加拿大调查 那么6月20号印度总理莫迪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受到美国的热烈欢迎,但是美国政府希望进一步的加强跟印度的关系 不过美国国会对印度的人权状况表示担忧 包括暗杀西克教的领袖 那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之前说 拜登向莫迪提出了人权问题 但美印关系将会是21世纪决定性的关系 第14法新社报道 ChatGPT开发商AI OpenAI 在11月22号 在推特上发表声明说 奥尔特曼将会重返 重返公司,担任首席执行官 那么这个公司和奥尔特曼 已经就OpenAI的未来达成了协议 OpenAI同意 部分重组董事会 那么新的董事会将会由Saleforce的 前CEO担任这个主席 那么前美国财政部长萨莫斯 会加入董事会 那这个CORA的CEO叫安德吉洛 将会继续担任董事 OpenAI最大的投资者是谁 就是微软 微软持有OpenAI49%的股权 微软也会向董事会派代表 那么OpenAI 上个星期突然开除了这个董事会 董事会,我们经常没讲这个 我发生了一个误解 我以为是微软开除的 其实是OpenAI董事会 开除了奥尔特曼 引起了一系列的混乱和争议 我一开始的判断 出现失误 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没有讲谁开除,我一直以为是 微软开除了奥尔特曼 所以 所以做出了一个误判 那现在知道是 OpenAI 他的董事会 和他的管理层 出现了分歧 他们的核心的问题 来自于这个 对于这个未来ChatGPT的发展方向 有不同的看法 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年 在经济目标5% 今年其实有两则新闻值得关注,第1个就我们先讲这个 这条新闻是路透社的独家报道 报道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于12月份召开 为明年经济工作 为明年经济的政策定调 那么通常来说呢 先开什么 先开 先开这个政局会议 政局会议开完之后 把政策定下来 然后再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是会细化 细化 政局会议开什么,政局会议是定方向 经济工作会议定细化这个政策 路透社的报道说 政策预用,政府预用的学者 他叫顾问,其实就是中国的学者 那么建议明年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在和今年保持今年的水平 就是5%左右 因为中国政府正在努力创造就业机会 并且把经济增长 把经济维持在长期增长的发展轨道上 路透社采访了七位 政府预用的学者 五位说 倾向于 把明年经济增长目标 设在5%左右 跟今年是一样的 其中有一位提出 4.5 另外一位提出 5到5.5之间 那路透社指出 这些建议将会提交给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那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通常在每年的12月份召开 讨论明年的经济形势、经济政策 和经济计划方案 那中国的学者指出 要达到5%的增长目标 政府要加大财政刺激的力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 这是非常官方的一个经济学家 他建议把明年经济增长的目标 设定为5% 他说需要采取扩张性的 财政 和货币政策来刺激总需求 余永定说目前中国的企业信心没有恢复 企业投资需求不会强劲 因此需要扩大基建投资 他还支持把预算资质 占GDP的4以上 余永定补充说由于企业信心还没有恢复 那么需要扩大基础设施的投资 那么另外一位顾问说他说我们 我们正在加大财政政策的支持力度 使得困难的2024年的目标可以实现 那么预计货币政策 货币刺激 货币刺激措施 将会发挥更有发挥有限的作用因为央行 央行面临这个 人民币和美元的息差会进一步的 息差会削弱人民币 会刺激资本外流 中英国际首级经济学家管涛说 如果对汇率波动有更大的容忍度 那货币政策的空间 可能会更大,意思就是让人民币 扁点值呗 你别老守着 守着不行 这是一个很婉转的建议 那么中国10月份宣布 今年年底之前 发行1万亿人民币的特殊国债 用途是新修水利和债后重建 不过这些开支不需要1万亿 所以 我们就猜中央政府发行新的国债 主要是用于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 就是支援那些面临财政危机的地方政府 当然增加发行这个特殊国债之后 财政部说中国的赤字率 有3%上升到3.8% 实际上不对的 就按照中国公布的数据来算 财政部都算错了 实际上发行1万亿的 特殊国债之后 中国的赤字率应该是4.2 到4.3之间 如果算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 中国地方,中国政府的赤字率 应该超过板的10 那国际通用的赤字安全标准 赤字率的安全标准是多少 3 中国现在实际上的赤字率 是安全标准的三倍 以上 那么去年中国官方公布的经济增长率 是3% 是半个世纪以来表现最差的经济表现 不过呢就算这3%也没人相信 因为 中国经济在去年 应该是没有增长的 那么路透社10月份的民调显示 中国的经济学家预计 今年 经济增长 是5% 明年是4.5% 那么有些经济学家还提高了今年的增长预测 不过今年中国经济有增长吗 我觉得这是天方夜谭 那么为什么中国一定要保增长 保增长的目的是什么呢 保增长的目的 原因还是习近平 习近平提出了一个中国式现代化的 愿景 中国式现代化是习近平二十大 提出来的 他要搞的社会主义 就是中国式的现代化 然后说中国式的现代化你有一个量化指标啊有可视化的 这个场景啊 这个意思就是 好那我们就到2035年 中国经济要翻一翻 这个目标一定下来之后 这个中国官方经济学家就开始打算盘 一算 2035年中国经济要翻翻的话 那每年经济增长要 4.7% 至少要4.7% 才能实现 35年翻一翻 于是呢 5%左右 就变成了中国经济的 这个增长目标 也成为国家统计局 编造数据的目标 所以你基本上 搞了搞去都是5 搞了搞去都是5的原因是因为习近平 三五年翻翻的这个目标 那中国经济呢现在呢步履蹒跚 那么许多经济学家都在呼吁 中国要进行结构性的改革 把经济增长的驱动力 从房地产和基建投资 转向家庭消费 和市场资源配置 这件事情其实讲20年 2030年 但是到现在都没翻过来 所以你看余永定 上来还讲我们要增加基础设施投资 基础设施投资已经没得搞了 为什么 因为没有基础设施投资可以 现在已经没有项目可以做了 做完了 所以呢经济学家就警告 说如果你不进行结构性的调整 中国就会陷入日本式的长期停滞 那么政策业内人士认为 这是路透社说的 由于政治环境 中国政府加强对经济的控制 已经不大可能 出现 根本性的改革 尤其是 恢复市场导向的改革 这路透社说的 那路透社说第3位顾问说 如果不能就改革达成共识 那中国就不得不 再使用 不得不使用刺激政策来推动经济增长 这些 刺激政策是不可持续的 财政政策,财政怎么可能有财政政策 我不知道他怎么来 财政都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 还用财政去刺激 疯了 你想一下,我们先总结,我在最后讲 讲这部分 第1个 中国经济工作会议12月召开 那么估计 定下的目标就是版主,这是第1个,第2个 三中全会也在12月份开 那么三中全会是总结 过去一年 中央政治局 和中共中央的表现 这是第2个 那么在这个三中全会上 习近平是要过关的 这是第2条,第3条 习近平显然受到了党内反对派的政治压力 那么这种政治压力反过来 在中美峰会 在习近平最近不同的 不同寻常的表现,反映在这些事情当中 这是第3个,第4个 明年中国经济 比今年更差 为什么,因为动能不足 动能不足 动能不足呢,中国经济增长肯定是实现不了 5%的增长,今年都没有实现 今年中国经济没有增长 明年设定5%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我们讲为什么动能不足 第一 明年房价下跌 的趋势更明显 幅度会更大 这是第1个 第2个 整体经济将会呈现 典型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的特征 什么叫资产负债表衰退 就是你怎么刺激都没用 日本经济过去20年,刺激了20年时间 都没有用 中国经济其实 你看去,你看从去年到今年 一直在刺激 都没有用,原因是什么 就是 资产负债表衰退 这是第2条 第3条 今年的出口是在下半年 开始放缓 开始下 到了10月份跌破2800亿美元 那明年的出口会明显的下降,为什么 因为很多供应链离开中国已经 非常的明显了 所以明年的出口 开始会有实质性的下降 我们还是看那2800亿 离开2800亿有多远 基本上2800亿 是维持现有生产的 出口企业的维持正常生产的一个这样的指标 你低过这个水平 很多工厂就 就没有订单了 就开工不足了 你要离开的远一点,那就很多工厂要倒闭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地球人都知道 增长50%没有意义的 遥不可及 那为什么还要制定这个目标呢?那当然就是 就是 就是为了实现习近平的 2035年的翻番 实现习近平的中国式的现代化 这就是权力的影响 所以呢5%就成为领导喜欢的目标 但是这个结果是什么 中国已经连续三年没有实现他的经济增长目标 这意味着什么 中国设定的指标 经济增长目标将会失去参考价值 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以前中国经济设定增长目标 是可以调动资金的 会调动资金的 当你这个目标 不再有参考意义的时候 那你调动资金的这个作用就没有了 那你的损失就比 比的外汇储备还要多 你想一下这个影响非常的大 那你可以看到中国经济的危机,中国经济危机已经开始表面化 房地产市场 开始 一线城市开始跌了 我们昨天看见那个 看见一个地产公司做的一个表 他们做了全面的调查 这个深圳 深圳基本上从高峰期到现在 跌了30%到40%吧 所以一线城市开始跌了 所以房地产是一个房地产 第2个是债务危机 债务危机你基本上原来爆雷 那现在就要倒闭了 现在那些爆雷的企业要开始倒闭了,不仅仅是房地产公司 很多新托投资公司都要倒闭了 这是第2个,第3个 你看一下市面上的景气度你就知道 基本上 从目前来看 经济危机我们从去年开始算 去年到现在 中共 束手无策 开什么会都没用 开什么会都没有 那现在的问题是,这是第1个,第1条我讲值得关注的新闻 第2条新闻 就是很特别 题目的这个新闻的标题叫 数万亿美元的 这个 上万亿美元的求救救救援计划 习近平对拜登真正的要求 这条新闻那就很奇怪 来自一个叫油价网 Oyalprice 这个网站的名字叫Oyalprice 他是一个能源新闻网站 这个网站的介绍 介绍是这么说,他说我们分析重点 是石油天然气 和替代能源,还有地缘政治 那么Oyalprice和财经 财经新闻领域的这个明觉合作 为CNBC,雅虎财经,纳斯达克 等这些新闻网站提供这些 新闻和分析 那么网站里面有个专栏 叫地缘政治的专栏 那么这条新闻的作者 叫格里高里科普利 他是澳大利亚人 他也是个历史学家 然后他是主要是研究国际地缘政治战略的 他是国防与外交事务的杂志的主编 那这条新闻我就从头到尾先念一遍,然后我来跟大家分析一下 我为什么要分析 分析这条,我认为是假消息的 新闻这么说,他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他整篇文章都叫习近平叫总书记 特别吧 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现在清楚的意识到 他的统治正面临终结 他想美国总统拜登来求救,向美国总统拜登求救 正式要求美国提供9000亿美元的紧急救助 这个报道说,在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 领导人峰会期间,习近平在几乎绝望的情况下 向美国总统拜登 这个俯软磕头 他说中国经济从2015年开始出现危机 但习近平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来遏制这一危机 所以峰会召开前两个星期 中国政府针对美国开展了魅力攻势 就是讨好的意思 他说这是衡量习近平绝望程度 以及反复无常的 反复无常行为的指针 其实他这个稿子写得蛮了解,蛮了解习近平的 不是个外行,这是个行家的稿子 他说与此同时,习近平政府 采取措施扭转反民营企业的政策 并且承诺为民营企业提供支持 此前的10年间,中国一直奉行毛泽东的排外主义政策 遏制私营企业 将经济置于国有企业的统治之下 这个文章是有点问题 但是基本上意思是到位的 报道指出 中共二十大以来,习近平处理掉了所有明显的反对者 他突然转变是因为他的行为的典型特征 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凸显了 他的不稳定性 那么现在他越来越绝望 而且解放军 没有准备好武统台湾的军事行动 所以呢,由于 习近平无法兑现武统台湾的承诺 所以习近平在党内陷入孤立 而且耗尽了中国的财富 使得国家处于新革命的边缘 他把习近平的处境 归纳 归结为什么 结方军没有准备好武统台湾 这是个理由啊,讲的理由 他说除非 他在最后一刻能够制止 否则习近平将面临中共 和解放军撤职的命运 他认为中共和解放军 会抛弃习近平 这是他前往旧金山向美国总统拜登求援的 核心原因 不过 拜登第2次把习近平称为独裁者 习近平对此 暴雨宁笑 争宁的笑容叫宁笑 报道说 中国内部的重要消息来源说 他说这个消息来自中国内部的消息 这个消息来源是中国内部的消息 说习近平正式要求美国总统 为中国经济安排9000亿美元的 紧急救助 那么中方求援的细节无法证实 但他和中国突然发起 这个停止 对美好战 坚持两国可以成为好朋友的 好伙伴的这个紧急运动相吻合 报道说这则消息来自中共的内部 是那些急于扳倒习近平反对派 而发出的这则消息 这些反对派表示 罢免习近平的努力 现在到了 迫在眉睫的地步 有人在搞事 报道说 如果没有近万亿美元的注资 中国房地产市场 将彻底的崩溃 文章说事实上 就算拜登政府真的向中国提供救助 那么中国房地产市场和整体经济 将继续下滑 1万亿美元太少了 中国经济私营企业大规模破产 工厂供应链中断 工厂的倒闭 不可能一夜之间逆转 外国对中国的信任也不可能一夜之间重建 报道说 这样的救助 能拯救习近平吗 也许不能 但这也许是他 这也许是他唯一的机会 在旧金山他甚至说 没有武统台湾 的攻击计划 那么这些事件都代表着习近平政策的重大转变 尽管他曾经公开表示 不能够放弃台湾 不能放弃台湾 事实上 我们也没有理由相信 这不过是美国为习近平政治生涯保驾护航的 相当玩世不恭的尝试 报道说 中共内部的消息来源没有说明 习近平是否得到了 拜登球员的回应 也没有证据表明拜登总统事先 收到了有关习近平球员的消息 然而中国的魅力攻势并非 没有实质的意义 美国和盟国 在实际上的军事对抗证明了这一点 基本上这条新闻就是这样 那我为什么要去报道这条新闻呢 因为我知道这是一条假新闻 为什么是假新闻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 第1个从外交层面来看 习近平是不可能向 拜登在会谈的时候 向他请求援助 为什么 因为你要知道 两个元首举行峰会 峰会就是元首之间的见面叫峰会 他们之间 要谈什么 谈哪些议题 什么时候谈内容是什么 之前都谈好的 两个国家的外交部 要先把所有的内容全部谈完 全部都同意 而且有个清单 这个点到这个时候该谈这个 到这个点该谈这个 全部都是有清单的 如果习近平真的要向拜登 求援 那就会在清单上 他说临时采取这个行动行吗 也许行 但我看不出来 习近平是这样的人 这是第1条 就是 从外交的操作层面 这件事情不可行 这是第1条 第2条 习近平真的要向 拜登求援 这相当于什么 如果这件事真的发生 这件事如果是真的发生 相当于你向敌人公开自己的弱点 我这个地方没有防守 对吗 中共把美国当敌人 当了几十年 你现在跟习近平向拜登啊你借我9000亿美元呗 拜登一听就知道 你呀完蛋了 对吧 这很危险 这差不多除非你准备向他投降 否则你不会这么干 那你觉得习近平像准备投降的样子吗我觉得不行 他还是要当皇帝的 所以这是第2条 这是第3条 美国政府基本上他的所有的外交事务 他最终是要公开的 为什么因为美国是个民主政治的国家 民主政治的国家政府不可以有机密 政府不可以有秘密不叫机密 政府有机密 但政府不能够有秘密 政府要向人民交代 政府要向议会交代 你看美国电影里面有多少讲政府 没有向公众交代这个没有向公众交代那个 就是盯着他呢全世界都盯着美国政府 所以实际上美国政府是没有秘密的 他在外交上做了什么动作他都是要公开的 只不过有的公开是记者会 记者会 总统开会 让大家提问 自己宣布 或者是他的国务卿出来讲 那有的是什么有的是放风 悄悄的 找个记者把消息放出去 所以基本上 你看 如果习近平向拜登求援这件事情这么大的事 基本上中国已经跪下了 那美国各大报 还不得头板头条 没有 所以我不相信有些 这件事情发生过 结论是什么 第一 这明显是一条假新闻 但是呢我们播报它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播报的原因是因为 这条假新闻说明什么 说明中共内部有人在搞习近平 为什么 因为这条新闻一出来有三个几个作用 第一个直接把习近平和拜登会谈的政治成果 给破坏掉 对吧 习近平通过和拜登举行峰会 展示向中国国内展示 我得到了美国的礼遇 那么美国人很尊重我 我能够驾驭中美关系 他要展示一个这样的姿态 结果原来你是向他求援 这不就直接就灭了吗 所以这件事情就是 让习近平不叫访美 其实就不是访美所以我避免说访美 让习近平和拜登举行的峰会完全失去意义 为什么因为习近平投降 这条假新闻其实 最终 指向是什么习近平投降 那这 你不叫投降也是政治上的背叛 也反映了什么习近平如果真的向拜登求援 借9000亿美元 说明什么 国内治理的失败 这很多你基本上你可以差不多 你可以通过这条新闻可以把习近平全面否定掉 那基本上你 等于什么,等于习近平这趟跑了一趟旧金山 他的所有的政治成果,一条假新闻一风吹 这条假新闻很厉害 这也是 而且你想 三中全会马上要开 你这个时候出一条这样的假新闻 刺激吧 刺激,这叫刺激 习近平要开了这条假新闻 肯定很抓狂 这是第1 第2 你想一下,我们现在把过去一段时间的新闻串一下,你就看了 这件事情绝不简单 日经新闻 中泽科二报道,说习近平被中共元老批评,严厉批评 这是一条新闻吧 一个是最近在网上流传的,这个习近平的 习远平 帮习近平辩护的帖子 对吧 这个是刚刚出来的吧 应该是 周末 上个周末出来的 然后到今天 习近平向拜登求援 而且这条新闻 绕得远吧 这条新闻绕得多远 绕到了美国的 Oil price,Oil price网站这个 谁知道,我没听说过,我是因为看到这条新闻 我去翻找这条新闻才看到这个网站 那说明什么 那动用的这个 这个养兵千日用在一时,那埋得很深 埋得很深的关系都动用了 到了什么,现在就到了关键时候了 这一切的一切反映了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中共党内 权力斗争非常的激热 白日化的程度 习近平当然没有空盘 就是一个这样的 我就跟大家报告这件事情就是 就是为了告诉大家 正在发生的这件事 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 请大家点赞,请下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我在这里特别推荐我们的Patreon服务 那么有两个特点 视频下方有链接 第1个 没广告 不愿看广告的可以去订Patreon 第2个 有音频,音频服务 音频服务就是大家开车的时候听节目 会比较方便 就这两点 好吧,那我们下面进入 互动 请大家尽量多给我们点赞啊,最近 最近点赞少了一点 鸣谢 谢谢 谢谢王老师一年多来的陪伴,谢谢您带我们透过那些现象 看到事情的本质,让我学 学会寻找真相 提前祝你感恩节快乐,谢谢啊,也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感恩节是个美国的节日 我不过,我不过感恩节 玩一下可以 万圣节可以过一下,万圣节比较好玩 我这里特别解释一下 最近五毛攻击我,攻击的比较恶毒 比较恶毒 骂脏话呀什么的,非常的频繁 那么其中有一点攻击我,现在说我这个采用一些 这没那么可靠的新闻来源 我这特别讲一下 这点很重要 其实我正好趁机解释一下 中国官方媒体现在和以前不一样 中国官方媒体过去三五年的时间变化非常大 有两点变化,第一个变化呢就是新闻不报了 就 中国官方媒体,以前是这样 以前十条新闻 他通常会报六条新闻,有四条新闻他不报 这四条新闻是他觉得不好 会影响中国形象的新闻,他就不报 以前是这样的 以前是十条新闻 他有四条不报 影响形象 那我们要做的任务就是把这四条新闻也找出来 告诉大家有十条新闻 我们的任务就是 找出这四条他不想报的新闻 告诉大家一起讲 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的情况中国官方媒体只报两条新闻 十条新闻他只报两条新闻 为什么 因为中国的好消息太少 没什么好消息 好消息只剩下了两条 他只报两条新闻,剩下八条新闻他全部都不报 因为他觉得都会影响他形象 结果我们就没有信息来源,我们就很多信息来源就消失了,因为官方媒体不报道 而且现在的官方媒体 他恶劣在什么地方 他就经常用一些御用的自媒体 假的自媒体,实际上是假的自媒体 经常放风 放假消息 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 他只报两条新闻 然后一大票自媒体的假消息 形成一种舆论 洗脑 现在他的做法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新闻来源就少了很多 那怎么办 推特 这个微博,微信 这平台上面的消息 我们也要去拿 我们也去拿,当然我们会小心处理 当然对于中共来说,其实他很愚蠢 他不报 并不意味着我们不知道 我不会知道 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并不能够关起 加个盖子盖起来,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实际上还是会有消息出来的 所以我们呢就尽量的拿更多的 自媒体平台的信息 自媒体平台的信息一出来那原之原为 共产党其实他 他的官媒不报道对他是不利的 他很愚蠢 这就是 这就是愚蠢的领导 干出来的事情 所以基本上是这样,所以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现在也开始 就是从去年开始,我们用越来越多的用 互动平台上的一些消息,但是我们尽量的 第一,我们要告诉大家 我们是消息来源是什么,第二个我们小心的求证 但是你说要求我非常严格的去求证 这正好 这就是五毛 提出的要求 你当你严格去 非常严格的去要求求证的话 那你不是派记者去 这件事情大概就是这样 我跟大家交代一声 情况 因为习近平出国丢人现眼 所以这些日子VPN一直不好用 对,没错 其实我上个星期我就想说 经常一晚上连不上线 连一晚上才能上线 感觉VPN简直就是中共的丢脸情欲表,非常对 只要有大事发生 VPN就不好用 所以你要小心一点 大概有三分之一的VPN 是中共的 有三分之一的VPN 是中共搞架起来的 所以你要小心一点 或者说中共预计有什么事情要丢脸的事情发生,就会对VPN进行大规模的封锁 是的 情况,根据俄罗斯 Feed Service的调查显示 今年1月到8月,中国4年以下新车 送修量比去年增加了35% 认为中国制造的车辆可能存在组装问题 这导致了磨损增加 需要经常维修 俄罗斯汽车爱好者对中国汽车质量的 感到失望 61%的俄罗斯人认为 来自中国的汽车只能部分适应俄罗斯天气条件 中国汽车厂商喜欢为了短期利润 打价格战 忽略汽车质量和售后 他们正在重蹈当年 中国摩托车在越南惨败的负责 而且从来不吸取教训 因为那些已经倒闭了 观点,如果今年最后统计局 编出5% 那明年的5%可能比今年的5% 感受更差 再加上明年美联储大概会降息 明年5%的含金量只能更低,没有含金量,就是垃圾量 没有含金量,没有5% 我认为今年中国经济没有增长,怎么可能有增长 怎么可能有增长 房价在跌,房地产投资 只剩下了保 保交楼,你有什么增长,怎么可能增长 情况2021年 的以前,我们公司园区没有空房子 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有空房 退租的那些房子到现在都空了一年多 今年年初开始 连园区门口的门面 都空了 这样的经济还相当于5% 也就是说说而已 提问,很久没有听到乌克兰的重大突破 在两个月之前,乌克兰拿到了武器和远程武器之后 感觉马上就要碾压俄罗斯了 为什么后面的战争成了胶着状态 俄罗斯在 俄罗斯,乌克兰在等F16就位 和以哈冲突结束,还是有意拖延俄罗斯 还是因为俄罗斯有点实力 推特上乌克兰的简中大V说乌克兰现在缺炮弹 是的,乌克兰缺炮弹 推特上,但是美国和欧盟一直在捐助乌克兰,为什么战争会拖这么久 为什么没有形成那种掩压的态势 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 缺炮弹是真的 到目前为止,乌克兰还只赶上了 俄罗斯炮机水平的30%,三分之一吧 三分之一吧 基本上俄罗斯的 这个 炮战还是有优势的 乌克兰没有那么多炮弹 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F16 F16比预期要来的慢 那么乌克兰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 没有空中优势 所以他没办法发动进攻 你现在的情况,你看 俄罗斯现在没有空中优势,他发动进攻,一天死1000人 一天死1000人 所以现在乌克兰不愿意发动进攻的原因是他没有空中优势 他没有空中优势,然后他的炮弹的数量 没有俄罗斯多 还有一个原因 什么原因就是无人机 俄罗斯的无人机 原来没有预计到会这么多 那背后是谁,背后就是中国 所以俄罗斯有大量的无人机 他有无人机 炮 炮弹的优势,这两个优势乌克兰没办法发动大规模的反攻 大规模的反攻就是死人 就现在 俄罗斯发生的事情 提问,想听听王老师对李强的看法,他是习近平的副手 据说外媒对他评价挺高,重伤疫情解封也是他的功劳 拍李强的马屁 不是现在,是他刚刚上任的时候 你看到那些就是刚刚上任的时候 华尔街日报 华尔街日报 这个路透社这几家 西方的财经媒体 拍他马屁,拍了一阵子 李强 对他评价挺高 这件事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虽然西方的财经媒体拍过他的马屁 但是对他的评价并不高 并不高 为什么 只是说了两点 第一 他当过浙江的书记 第二 当过上海的书记 解封 不是他的,解封怎么是他的功劳,解封习近平的功劳 跟习近平争功劳,他没什么好下场 上海 在疫情期间的表现 谁都看得到 说明什么 李强是个饭桶啊 李强是个饭桶啊 又腐败又无能 基本上是个这样的组 对他,我对他评价不高 他没有能力 主要是他没有能力,他秘书出身 不是我看不起秘书,就中国的大秘是主要拿来干什么的 主要拿来 第一 安排开会的 第二,写发言稿 基本上就这 就这两个主要能力 网友观点,从上台到现在 县总理有什么建树吗 现状至少说明,第一 他没什么根基,势力不强 第二,在习面前 没有得到信任 第三,对于中国经济困境,他没有解 解题方案 三者必居其一 三者必居其三吧 他没有解决方案,他肯定没有解决方案,他不懂经济啊 他没干过 他又不是学这个的 他也没干过这个工作,他上来就会 怎么可能 所以他 他对经济这个基本上一窍不通 他和丁薛祥,丁薛祥是管经济,主管经济的副总理 他和丁薛祥都不懂经济 这个何立峰 何立峰是经贸委出身 经贸委是干什么,经贸委原来 他原来是福建省经贸委出身 经贸委是招商引资的 也不是宏观经济管理 只是做招商引资的 所以 何立峰把这个 把那个店给管得拉扎限电 何立峰也是个笨蛋 也不行 都没有管理经验 他们都没有当 当这种主政官的经验 这个李强去浙江,后来去上海 他基本上不是靠自己 从 从市长到副省长这么干上去,直接就 让他去当 浙江的书记 让他去当那个上海的书记 那个是不能够反映他的能力的 不能反映他的能力 情况,19年南京107平的二手房 人家出现金219万没卖 现在挂145万没人要 各种政府微信公众号都在推 丰桥经验 各种说 丰桥经验对老百姓好 感觉真的是留给 还有点良知的国人时间不多了 丰桥经验对老百姓好 是的 你们继续斗吧 其实开批斗会 自己开,我不开了 你们自己组织 观点,多年来习近平都用 毫无智力含量的暴力夺权 带着刀子入场 谁不交权砍谁 一直说他擅长权谋 这是不准确的 他就是狠和二 目前这一轮他没有智力条件度过去 情绪看您的节目最重要的不是那些 一个一个的新闻 而是您在学会了如何去联系 看待相关的新闻 如何去分析身边发生的事情 这才是您这个节目真正的意义所在 虽然知道您肯定会受不少委屈 但请您别往心里去 感谢您,您是我们看到了未来 应该如何向前 感谢您和您的团队的辛苦付出 谢谢啊,这个网友真的是说得好 好吧 我没有觉得委屈 我是向大家表明心计 我希望我尽量的透明 就是我 我把我 做的事情 我为什么这么做 或者我什么事情做错,你比如说像 OpenAI,OpenAI我是判断错误 判断错误在哪 我没有看到吵这个CEO的事 我搞错了,我以为是微软 吵的这个CEO 其实是他的董事会吵的CEO 所以我以为是一个治理问题,其实不是个治理问题 是个理念问题 我就判断错 我会出错的 错了大家指证我 我就认错,认错大家一起 发现这件事情的真相是这样 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最终的目的是知道这个世界 到底是什么样子 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决定了什么 决定了我们的智力水平 好吧,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理解 也谢谢我们这些网友对我的支持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 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大家